来 下一个 萧总 小何主播 我还以为你不想来呢 我帮了你那么大的忙 来蹭你们一堂庆功宴 不过分吧 小长吉 对不起 三年前 我以为你用最决决的方式 跟我划清界限 我当时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次冲锋 我才知道 原来其中有那么多的误会 其实我心里很乱 所以为了图个清静 才卯足了劲想赶你走 怎么了 我走了就清静了 不过你也真是奇怪 只要能评上黑松针 不是出于什么目的帮着你 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 反正喝着这个酒 咱们就还是朋友 下一次你再来无塑的时候 记得找我 请你吃饭 好 好 凯费 同事们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大功臣 小何主播 吃接下来的季风真心话活动 鼓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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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大家看到了我旁边有两个盒子 待会呢我会从左边的盒子里面抽出人名 被抽到的人就在右边的盒子里面抽问题 你也可以选择回答真心话或者是挑战大冒险 听懂了吧 听懂了 听懂了 开始了 好 性额是谁呢 谁啊 谁啊 小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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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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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抽那个 下的幸运观众 说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没有秘密你们都知道 也肯定 也不肯定 那 你说一个萧总的也行 萧总的我去找 对 你说萧总 不能瞎编啊 萧总 那我说一个 快快快说快说 我打扫萧总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一个秘密 在萧总大高大帅气的外表下 他藏的是一个 卡通大男孩 卡通 对啊 在他桌子上有一个 小鸟的蓝牙摄影机 大家不知道吧 萧总还是一个从心未敏的人 那咱们酒店也有来 云翔 您是不是嫌不够萌呢 那是我一个朋友送的 是小和主播送的吧 小和主播 小和主播 你那天费这么大劲 亲自做糖醋小排 弄小凉菜 不就是给小和主播吃的吗 小和主播吃的吗 小和主播 小和主播 这么热闹啊 也是 季风卖了个好价钱 是该庆祝一下 说啥呢你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季风刚平常黑松毡 好日子才开始呢 就是 你胡说八道你 我是不是胡说 你问他呀 季风 他说的不是真的吧 季风确实要转手啊 这 不是 那季风卖了我们怎么办啊 就是啊 对啊 我们怎么办 新业主会负责人员管理的事 你个臭小子 你那天说尽了好话 让我把面殿还给转让掉了 你给我画了个饼叫我来 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是不是 我也是挂了套过来的呀 老板换人就是人员拿清洗 你没有我们想过吗 少说两句 就是 我今天刚刷西红卡买个裙子呢 我好像是被辞了怎么办呀 一分钟也带别人去了 走 快 老孟 大家先别急这个 大家别着急 大家等一等啊 小燃 你还没明白啊 你也上她当了 她为了利益利用你 利用咱们节目 咱们也走吧 来 我再等一等啊 冷静一点好不好 小刘 好 找什么急啊 现在还没有结果呢 你 老隋 你先走吧 小刘总 您之前申请的转让五畅金批下来了 集团从没这种先例 然后关于沿用季风员工的附加保证合同 买家那边也同意了 我知道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饭还没吃饭呢 小刘 怎么每次都是你 什么 上学时住酒店也是 但是 每次这种时候 最会留下来的都是你 那时我比任何人都知道 我最怕留下自己个人 到现在都要靠听收音机哄睡的人 你不觉得我在利用你吗 你要是想做一件事情 还用得着利用我吗 商业考量呢我不懂 不过我相信你 你不是一个做事不讲原则乱来的人 不过他们的愤怒我也能理解 对 那在可以允许的情况下 多为他们考量一下吧 行了 不如到你现在考虑 快吃吧 好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你还怕这个 我怎么会怕啊 我吓他 我吓他 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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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人 行了 耳朵都聋了 小双齐 我们剪刀石头布好不好 赢的人扎气球 输的人喝啤酒 来啊 就这么定了 来 剪刀石头布 布 喝啤酒 时间的呼吸 来 剪刀石头布 你不喜歡 赢个小双齐 的那边 也不是 韧小双齐 不在乱啊 你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你的怀劝 这个怀劝 你不想起来 这些细节 没说过的再见 就以为是再也不见 反而我自己 躲进了没你的 陌生的世界里面 今晚有好多星星啊 我不会有这么多星星吗 没有注意 是在遇见 有这么期 你 这次走了 还会再回来吗 你喜欢我 时间都办完之后 我给你解释了 重复在今夜的眼前 然后怎么辩解 重复在回忆里 祭奠的那些从前 时间的弧弦 小冉 这篇我是翻过去了 这辩解 匆匆过的离别 像有无期的怀念 独自的世界人 没有喜悦 你没什么想问我的吗 比起你到季风之后的 种种行为啊 这件事情是最容易 让人想明白的了 不过我意外的是 你竟然这么深藏不露 明明是王者 干吗装青铜啊 那你是王者还是青铜啊 大家都担心酒店易主 而丢了工作 我看你挺淡定的 难不成 给自己留了点后备 如果是今天这位买家的话 我倒真没什么好担心的 程老 这里变化好大呀 我都几乎认不出来 这位是肖总吧 是 这位是程老 是我们的老客人了 行政套房806 就是专门为他保留的 那你们聊 好 程老 你好 我是肖尚齐 肖总 你好 听说 你对这家酒店特别了解 如果说熟悉嘛 我应该比你更加熟悉 我的太太非常喜欢吴苏 十多年前哪 季风还是吴苏 我一家星期星天 我们每年都过来度假 四年前 四年前我的太太 在这儿渡过的生命最后的时刻 抱歉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才第一次游泳学来面对我们的过去 年轻人 一不简单哪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让季风凭上了费宗贞 如果我早知道这个消息 您就不用做那么多拔苗住场的事了 毕竟有心怀的买家太少了 是啊 酒店对很多人来说啊 都是临时的落脚之地 无论是旅游还是流浪 都是在寻求人生意义过程当中的 暂时的倒地 家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力 而季风酒店的温馨哪 都藏在那些细枝末节的角落里 我买下这个酒店 就是为了收入这个房间 不瞒您说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接触了一些买家 您是最懂季风的 相信您一定能守候它 您喜欢吃糖醋小排吗 我这把努力啊 天日到底应该解掉了 加菜 你别嫌弃啊 我叫你来这儿给你践行 不是为了应付你 是觉得想在你离开之前 带你来看看我最喜欢的地方 这里风景确实不错 我记得好像是世界三大夜景 有北海道的韩管山 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还有意大利的纳布勒斯 你应该都去过吧 你也算是行为万里路了 据说那些都是百万美金级别的 据说那些都是百万美金级别的 那我们吴苏这边呢就 怎么也得值个一千块吧 这个小城市啊 虽然没有户谱那么繁华 但却有那种星星点点的温馨 你要是以后再户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你就想想这儿 我觉得这里的业绩呢 无价 评价还挺高 何小然 我决定留在吴苏 不走了 我决定留在吴苏 不过 这家酒店我不能卖给您 为什么 806房间 我会一直为您保留 我想自己经营这家酒店 跟您一样 我也有想要守护好的东西 敲打别人不放心 你是说你要留在吴苏 继续吉林吉丰 开什么玩笑啊 你户谱那边呢 其实这些年 不管是在户谱还是在国外 我都是一个人住酒店 所以不管在哪个城市 我都没有归属感 一直 一个人 我都没有 其实对我来说 只要把该做的 想做的事做好 不管在哪里都无所谓 至于那户谱 其实没有什么值得 让我留下来的人和事 但是在这里 少还有你 什么的事 很难理解吗 其实这些年啊 我都有听电台的节目来助眠 现在我能够搬到电台隔壁税 又能每天听到你的节目 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好 喂 喂 笑然 你快回来吧 没拿钥匙进不去了 笑然 没事 不用回来啊 没事 没事 我马上回去 干吗 你别给他打电话了 你怎么进去啊 你在这儿等着呀 人家在吃饭呢 憋不住了 不好意思啊 我是有望的钥匙了 隋宾伟 没事 来日方长 我们还有的是时间 欣赏这无价的夜景 走吧 我去把车开过来 你等我一会儿 不用了 这个时间正好堵车 武器共享单车就好 好 谢谢 ss 老吴